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陈瑶 已婚有一子 当我儿子这么小的时候 有一次大年三十 我们吃完年月饭回家 路上我就跟我儿子说 明天大年初一了 你呢 就长大一岁了 你就七岁了 我儿子就说 是啊 我明天就七岁了 但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呢 很有意思啊 我儿子现在也长大了 跟在座的各位差不多大了 那么他今天为了我来到这里 他特地为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短片 大家有没有兴趣看一下 好 我播一下啊 不太长 妈妈坐在门前 碰着花儿为少年 随时隔多年 记得大泪水淋淋 那些有暗的时光 那些坚持慌张 在临别的门前 妈妈望着我说 把我看出来 是什么不止眼前的苟且 爱又是苛原方的天眼 你只收空却来到人世界 世界 未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好 不好意思啊 今天看的这个 我只是用了我的那个照片做了一个集成 然后我看的这个短片心情有一点点复杂 因为看着自己慢慢在变老 其实呢 我们年龄的变化是看得出来的 当我们要去选择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有一些什么变化 其实是很难看出来的 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分享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 从离开家乡来上海发展的 这样向上运动的这样的一位青年 现在慢慢地走回乡村 那我认为我还是青年 我妈妈呢 是上海的知青 她呢 我从小是在五一山长大 我妈妈呢 就在那里插队落户 她呢 总是跟我讲 你要好好读书 你要考三大学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我很喜欢五一山啊 在座的各位去过五一山的给我举个手 哦 还不少 五一山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我在绿水青山当中我很开心啊 但是我妈妈一直跟我讲 你要离开这里 你要考上大学 你要去大城市发展 以至于有一年高考结束了以后呢 哎 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妈妈怎么办 那时候分数还没有公布 我很紧张 我就觉得如果我没考上大学 我觉得我妈妈会受不了的 还好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 然后来到了上海发展 一路上也走得很顺利 当在1999年的时候呢 我已经是负责六个亿广告业务的 一个电视台的业务主任了 所以那时候呢 风光无限 很多人请我吃饭 然后呢 我妈妈很满意 因为很多家长都一样啊 都觉得是你如果有很多的钱 如果你有很高的地位 如果有很多人请你吃饭 那如果你有很大的权力 你就是成功 所以那时候呢 我看得好像是很成功的我 但是我的烦恼是非常多的 因为我就觉得 怎么我每天就不那么开心啊 因为业务压力非常大 然后还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 我根本处理不来 非常苦恼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在想说 哎呀 这个都说我很成功 我应该很高兴啊 但是为什么我就不高兴呢 为什么我觉得 每天回去累得要死呢 非常忙 电视台大家都知道 节奏非常快 那每天呢 匆匆忙忙的 不停地接电话 不停地开会 以至于吃到嘴里的饭 是什么味道 菜是什么味道 都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苦恼 我在想说 对呀 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那么 我的田野在哪里呢 其实那时候我是非常迷茫的 我也在想 我到底应该去做些什么事情呢 能够让我 能够找到一些新的方向呢 直到我遇到了这位老太太 在2001年的时候呢 我遇到这位老太太 她叫玛利亚·葛摩瑞 她呢 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老太太 她跟我说 她呢 已经92岁了 她现在全球飞行上课 她是Satia心理学的一个导师 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她还没事一样 很开心 她看着我的眼神呢 是非常温和 平静的 她拉着我的手呢 是非常温暖的 当我送上苏州身场的丝绸围巾 给她的时候 她马上就说 哎呀 快给我戴上吧 这太美了 我在她身上没有看到 这些磨难给她带来的束缚 我看到的是旺盛的生命力 看到的是她非常乐爱生活 看到的是拥有 爱和智慧的一个人生导师 她就像光一样 她照亮了我 让我看到 人还可以这样活 所以这时候呢 我在心里面发生一些变化 我在想说 我周围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人 我周围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人 但是2011年我碰到了 玛利亚葛摩瑞 她确实让我看到了 一个高能量的 乐爱生活的 这样一个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时候呢 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其实那时候在业余时间呢 我已经开始在做教育公益 那我本身呢 是商学院的爱心联盟的负责人 那时候我们发起一个项目 叫三数计划 我们有帮助很多乡村里面 就是考上了高中 但是没有钱读高中的孩子 他们 我们资助她生活费 希望她不要失学 这样的孩子 在我们全中国有几百万 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开始经常去乡下访问 在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看到很多的乡村 孤孤零零的 年轻人都走了 因为没有产业 然后只有老人和孩子在里面 其实风景还蛮美的 这个风景就是我们 上海青朴的 变山虎伴的一个村庄 叫学米村 我现在就住在那里 那我也在想 为什么年轻人都走了 都不来啊 都不回家乡了 包括我们很多的 我们帮助的三数队员 他也跟我讲说 哎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先在城里赚钱啊 我们在家乡 没有地方可以赚钱 我在城里面赚七千块 我都不够用 但是我回到家乡 我七百块也赚不到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我们的农村 有一些地方 生态还是很美的 但是呢 大家都离开家乡了 都来城里发展了 经济的发展 帮我们都裹挟着 到了城里的 钢筋水泥 这个森林里来了 我们离开了自己家乡的田野 离开了家乡的森林 我们来到了城里 我们付出了 忍漠 拥挤 昂贵 这样一些代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在想 难道我们 乡村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吗 当我们在城里 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很多年轻的朋友告诉我说 哎呀我想到家乡的老人 想到他们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心里都很难过 其实我想在座的各位 都跟我一样 会有这样的一份苦楚 我们被裹挟着 来到了城里发展 可是故乡 我们就永远回不去了嘛 所以有了这样一些想法以后呢 我就开始尝试去看 我们在家乡可以做点什么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开始在 和很多朋友一起发起了一个平台 叫i20 让故乡年轻 i20的意思呢 其实是网络语言我爱你的意思 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塑造 人和自然的关系 城乡的关系 我们希望用爱来塑造 人和自己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都只有一条路 要到城里来发展 人和他人的关系 我们能不能相信 我们的故乡是能够生产出很好的产品的 而不是我们总是怀疑他 有问题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 回乡创业的年轻人 我们也看到 如果我们的故乡要年轻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有年轻人回到家乡 去创造新的价值 而且我们要用互联网的思维 来传递这些价值 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 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在做农村的一些发展 阿里巴巴在做农村淘宝 那个 京东也有农村电商的项目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时代变了 高铁时代 互联网时代 让我们这个物理空间在缩短 那只要我们有一份对故乡的爱 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事情的 这个过程我就自己 2014年我就搬到乡下去做了 去年我们办了一场会叫 社会企业跟社会投资高峰论坛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叫 寻找中国乡村创客 我们要看看到底哪些年轻人 他选择了回故乡发展 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碰到了什么困难 这个过程呢 我们去年就找到了两千多个创客 今年的六月份我们在北京要办 2016年寻找中国乡村创客 所以大家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 就向我们推荐 我们估计今年能找到三四千个 已经在家乡行动的年轻人 让故乡年轻其实要创造新的价值 那我们认识了很多乡村创客 这里跟大家介绍两位 一位呢是我们的王林 他本来呢是四川省社科院的一位副研究员 那他跟他的先生呢 在四川呢 开了一个核桃农场 他们经过六年的时间 培育出非常好的生态核桃 那个核桃是 原来我们认为只有新疆有紫皮核桃 现在四川也有很好品质的核桃 这个核桃只要在手上轻轻地一捏 就开了 像吃花生那样的 味道也非常好 那么他回到家乡去了以后呢 他利用他的人脉资源 利用他先生的核桃技术 就让这个农场不断地再往前发展 他的产品现在也卖到上海来了 也卖到了很多大城市 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产品 那我们还有一位创客 这位是沈黎平 他也是我们去年I20寻找乡村创客 有限出来的佼佼者 他本身呢是WWF基金会的项目官员 他对环保很有了解 他现在就在我们上海的青埔呢 搞了一个叫城谷农场 他主要是在种一些粮食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很长的那个 黑颜色的玉米 今年呢我在他的 应该讲是去年的时候呢 我在他的农场品尝到了生态的黑玉米 味道好极了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用合适的价钱去购买 其实我们的乡村创客 就是在用自己的环保概念 有机概念 文创概念 在自己的家乡 重新去看家乡的资源 去发展一些新的 新的一些生产模式 去找到一些产品 新的包装的方式 还有把一些产品 能够改良地做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接触了非常多乡村创客 我真的觉得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你看他没有在城市里面 买房 炒房 他是回到家乡 踏踏实实的行动 去创造新的价值 能够帮助乡亲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是感觉到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我们并不一定要完全的物理回到自己的家乡 我们在城里 如果我们采购家乡的好产品 我们推广家乡的好产品 我们一样也能够做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连结了全国非常多的创客 我们在一个i20的平台上 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事 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年轻人不断地加入进来 那我自己也是觉得 让故乡年轻 首先就是自己很开心 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看到 我们永远会存在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是愿意卷起袖子去做 而不是我们老是指责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那个问题太糟了 如果我们愿意去做 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很多时候办法就是比困难多 我们可以从小而美的农业 来恢复我们土地的生态 能够通过我们互联网的平台 把我们产品的价值真正地传递出去 也给自己在乡村的发展 营造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村里面做很多活动 这个是我们在办分收节 我们在村里面也发现很多大妈 她其实没有机会出去打工 那在家乡也很苦梦 那我们办分收节 把城里的灵影进到乡村去 那我们的大妈就可以给我们烧饭 她可能到城里打工 她要受到很多挫折 但是因为我们的文创活动 她就可以提供客饭 让我们城里人吃到很美味的客饭 让她在自己的家乡 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她这样的话也会在想说 我们的土地不要荒芜了 当我的孩子 当她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城里 碰到挫折的时候 还有一条走回故乡的路 所以这就是我的向下运动 当我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走回了乡下 那我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人 跟我走在同一条路上 我们的乡村创客 每天在我们的群里 有非常多的发言 大家都能够在发言当中看到 我们有很多的方案 可以帮助乡村恢复经济 在有生态的这样的观念 有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下面 去发展经济 而不是在像我们以前向上运动的一样 我们只要为了向上 我们别的都不管了 我看到越来越多 这样有责任感的年轻人 走进了我们I20 变成了乡村创客 我们一路上互相鼓励 而且也越来越多的人 即便在城里 他也是心迹故乡 他用采购来买 来支持乡村创客的一些产品 这个是我们在成都的一个实践点 这里是我们的缆布 你可以看一下这位创客他的手 但是这个缆料是纯天缆的 是没有害的 那么我们揽出来的很多围巾 很多丝巾 其实很受城里的欢迎 我们把它做成手帕 作为包装盒 非常受欢迎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是 戴着一种新的眼光去看我们乡村的话 确实我们会发现 乡村其实还是很有它的魅力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最深的体会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需要我们用善意去解决 我们永远在指责是没有出路的 当我们自己卷起袖子 蹲下身子去倾听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案 很多人都在我的工作当中 我接触了很多很多人 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善良 当我们能够形成一个习惯 我们就是愿意到落后的地区 我们就是愿意帮助一些暂时困难的人 去用善意去影响他们 去感动他们 去让他们找到更好的发展的观念 这其实也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这里分享 也非常高兴大家能知道 我们向下运动其实是生机暗朗 而且是非常有趣味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很希望大家到自己的故乡 去看一看哪一些东西 可以因为我们的善意 因为我们的善意的行动 产生新的价值 能够让故乡年轻 谢谢各位